当时我们会做这样的决定 是为了生存 而现在我们所做的弥补 也是为了要丰富自己的心 那照你这么说 人好像也现实 所有做的一切 好像我也都是自己 只要能让未来的你更好 就不要犹豫或质疑你的决定 星星 既然你说你还没走到谷底 不要怕 继续走 走到底后你就能往上爬 至少现在你不是一个人 只要你伸出手 就会有人拉住你 就像你跟张叔一样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拉了我一把 谢谢你们